新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做運動有助身體健康 有喜歡做運動的投資銀行OL 去年就投資了六位數字 創立自己的運動服裝品牌 它主要靠網銷和寄賣 在短短幾個月就賣出過千件產品 我本身是一個在銀行上朝九晚五的OL 生活很穩定、很平淡 工作之餘我很喜歡做運動 我亦都很希望有一個自己的運動品牌 可以做一些好像時裝那麼漂亮的運動服裝 給我們這些女生穿 但一直都沒有這個勇氣去創業 直到去年2020年新冠肺炎爆發 整個世界好像停頓了 其實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感觸 就是人生很無常 如果你不去把握你的時間 去實踐你的夢想 可能這輩子都未必做得到 於是我決定全職去發展的品牌 Shiro 希望鼓勵到女性 靠過你自己的努力 可能是做運動 你都可以改變到你的體型 可以增強到你的自信 Fiona提到 疫情下市民有較多時間留在家 加上網購已經成為大趨勢 是開拓以網銷為主的運動服裝品牌的好時候 去年9月開業至今 已經賣出過千件產品 現時每月有1至2成的生意增長 其實本身創業都已經是困難重重 因為我本身就沒有這方面的背景 所以其實所有東西是由零開始 由我去找廠 去打板 做設計 到網站 所有東西都由頭學起 加上疫情 很多時候內地廠商 可能早段的時間都沒有開 變成我們都有一些困難 可能都要隔空 和他們做一些聯絡 歷史創業遇到不少困難 Fiona花了不少時間 研究運動服的質料 希望在功能和舒適度方面做得更好 除了網上銷售 她亦會將產品放在瑜伽中心寄賣 Fiona表示 選擇寄賣點的時候 最主要考慮該地點的客群 希望接觸到18至40歲 喜歡做運動的女性 因此瑜伽中心或者健身中心 都是考慮之一 由於每個月只會按銷售量與記賣點分成 她估計 相比於開設實體店 可設散約8成的營運成本 我們會繼續在線上做更多的推廣 希望更多的曝光 另外 線下可以增設更多的銷售點 除了Yoga Studio Gym Studio之外 我們都會考慮擴展到其他 百貨公司 餐廳 咖啡店 都可以銷售我們的產品 是多元化地發展 今期營商有計 逆市創業成功有發 重視品質 寄賣控成本 我們會選擇 做一種更多的物質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